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家臣 耶 我第一次拍這些無組教學的影片 這次介紹什麼呢? 平時經常有人問我 究竟如何放大 亦如何把你的遊戲變順一點 其實這個Mod很多人都認識的 但好像沒什麼人懂它的裝 不過這次我要介紹的就是Optifine的Mod 除了令你的遊戲變得更加純暢之外 令你多了幾個功能 又方便你玩遊戲 例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放大鏡 好了回來了 我要介紹的 今次的OptifineMod 它的版本各式各樣 無論去到1.0至到最新的1.8都會有 放心吧 任何版本都被你選擇 通常都會看到Standard版和Ultra版 我想大家都會選擇Ultra 它會幫到你電腦 提升FPS 降低一些動畫等等 感覺上遊戲是順暢很多的 不過給我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我用Optifine和沒有Optifine 究竟FPS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我是用1.8.3的Optifine 是HD的Ultra 你看到U字就代表Ultra 而且呢 為什麼只有60 對啦 因為好像我是不是設定了嗎? 不是喔 其實因為在我拍片中 設定了60 如果我沒有設定到60 FPS應該不會是55 我可以試一下Captain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停了拍片之後 FPS是暴升到多少 對啦 你看到是不是 去到400 就是500FPS 其實它是幫到你的遊戲 真的可以提升到很高水平的 那我們不如轉去 就這樣普通的1.8.3 去回原地 看看chance 再看看FPS 究竟有沒有分別呢? 大家剛才看到那張Captain 是不是看到200多FPS呢? 其實是有分別的啦 不是 你看到是相差大約 我想到200至100 左右的FPS 其實呢 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啦 但是其實你玩起來的時候 如果你低於30 你就一定知道的 那麼 何惠只有30 例如我現在設定 只有20 10的話呢 你看到是很快的 我一個燈入 再燈出 就馬上下雨了 連天都可能不喜歡我 不過不要緊 世界上有cheat這件事 噗噗噗 對啦 馬上停雨了 神話要天不停雨 你就會被停雨了 我就會被停雨了 好了 我們現在進入uptip find 您看到可以放大 放大其實是甚麼用呢? 除了幫助你去看遠一點的東西 其實我按遠的東西 有時候我可以看直接因此看 所以我看不到的 我放大其實是按到C字 它 seit default為C字 其實呢 也能教練 讓我先找一下 ohㅋㅋ 是,你可以看到是 zoom 放在這個c 你可以安裝其他的 以前是用 とD 但現在繼續來轉 connected 只可以看到 放低的很好еты 不過說得多 quantities 我想大家都會疑pres 究竟怎樣裝呢 如何方便裝呢 但再說幾點 我最後才覺得如何裝 等你再看幾點,真的要認知哪些功能能夠應用在Optifine 第一,如果你覺得,嘩,就算我用了Optifine,我都去不到60以上 究竟什麼事呢?這部電腦可能比較低級了,唯有 在影片設定裡面,新加了幾個,你看到是有Animation,Details,Performance,Quality等等 通常大家會問,為什麼你會有一個行路搖晃,又關了沒有搖晃呢? 剛才在影片設定裡面,就要做bobbing,什麼的,viewbobbing 我關了就會順暢很多,通常我以前喜歡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 但現在我就算了,順暢一點,不要震了,夠了,看到眼花 另外,除了這個功能,這個功能其實原本也有的,只不過提外話說的 最重要是說這些Animation 不如我先把拉伐出來 我想站在這裡,應該不會發覺的 你看到拉伐是有一點動畫移動,水也有的 所以你細心一點去看看,水就一格一格 好了,我們可以關掉它,按Animation 按這個,可以開打火機 打火機在這裡,不是在這裡 這樣就加幾個火,應該不會燒燥吧 好了,你看到三樣東西都有Animation 如果我把Animation關掉,你看到火是不動的,拉伐也是不動的 水也是不動的,是沒有煙出來的 我燒燥了,都是沒有動畫的,是一劇的 其實感覺上你在這裡轉完之後,你也順暢了 不過我不是很建議,你玩一個Minecraft好像正太版的Minecraft 不如開啟它吧 所以基本上,帶點上其他功能,你也可以試試玩一下 因為通常,我通常進來的話,我都會關掉一些雲 你看到其實,我的天空是很白的,沒有雲 其實我在Video Settings裡面,然後按Details 裡面有一個叫Clouds 我通常有Default,Fast和Fancy Default就是基本,你看到有一兩層 唉,好煩啊,按你這樣 Fast,你看到一堆東西 Fancy就多層一點,漂亮一點 對,會密 另外還有Off,我一直都是用Off 嗯,補回去吧,不然我會罵我 阿樂也罵我 沒事,沒事,沒事 好了,我們現在回去教大家怎樣去裝了 好了,大家回到我的桌面是非常乾淨的 我認識了所有東西,不讓你們看 那麼,我要教的就是CURSE的安裝方法 如果大家不知道CURSE的安裝方法 你可以看看阿翼那邊,阿翼那邊是有教過的 亦都你不用CURSE的話,用最基本的FORGE的話 其實兩個都用FORGE的 不過,你不用CURSE的話,用另一種方法去安裝的話 你可以看看阿樂,因為阿樂都有教過的 所以呢,阿樂和阿翼都教過了 我幹嘛要再說一次呢? 不如你們自己回去找他們,他們講得更詳細吧 對不對? 所以呢,我很快地 去教大家怎樣去用CURSE 去安裝一個Optifine版的Minecraft 讓你遊戲順暢一點 那麼,跟著我步驟吧 首先,進來CURSE,你按Minecraft 按Custom Profile 自己開一個Optifine Optifine FIN 是不是這樣傳?好像沒有傳錯吧 對了,選一個1.8 1.8就是在上面的 1.8.1以上是沒有FORGE的版本的 你選一個1.8 選一個最新的 最新是這個1.14.3.1519 很長 按OK 然後就下載完了 下載完之後 怎樣安裝Optifine呢? 就在這裡靠你的Google搜尋 如果你是連Google都不知道什麼 你真是慘了 那我們用回這個Optifine 你打FIN OPTI 我打OPTI 對了 那Optifine 第一個就是 好了,你看到進來呢 有Home啊,Diagnose啊 等等的東西 我們進來Download 就找回各式各樣版本了 那你又會看到 好,為什麼會有1.8,1.8,1.7等等的東西 明白嗎? 我要裝1.8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阿樂的方法了 就是用其他方法 其他版本去裝的 那就是 用... 那隻其實我不懂裝的 那隻阿樂那隻我覺得很難的 不知為什麼 但是阿易的那個 就是用CURSE的那個 就很方便的 所以我就用CURSE那個說 我們拉低一點 去回1.8.0 那因為我們用1.8 所以其實 用回對應的版本 是比較適合的 那我們呢 Download 這個Ultra版 其實它是有U的 還有Standard Standard就是以前的版本 基本上是 給大家去用 你其實看到 越拉越低 是有1.5 1.4 1.2 以前的版本 對啦,非常之舊 不過我們用的是1.8 那你看到有最新的 有Dino 和Mirror Mirror就直接Download Download就是要經 不知道什麼鬼 什麼風那個 那我就 省時間我不按 按Mirror 直接Download 你看到已經Download了 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呢 用這個 CURSE 按三顆點 去回這個Open Folder 然後你看到 去回 一坨東西 這裡就是你 裝 其實這個位置 是裝了 你那個 叫做Minecraft 1.8 不知什麼Forge 那個 1.1 不知什麼鬼的 那個Folder 那我們 開一個叫做 MODS 然後把Optify 拖進去 MODS 裡面 對啦 按 CURSE 直接按 Play 然後 它就會 撈一個Launcher 撈完之後 它就會說 歡迎你啦 按Play 重新Download 它要Minecraft需要的檔案 等等 等等 下一個 在Library裡面 製作一些 檔案 等它拖一拖 其實它已經在拖一個Forge 你看到 已經很成功了 CURSE的版本 穩定很多 你不會去 CURSE 你看到了 我已經裝了 剛才那個 看看剛才對應的版本 是不是對 Forge 是11.14.3.159 對啦 先關掉音樂 你會看到第二個 就是Optify 1.8 HD UD5 就是剛才我裝的 我們進去 隨便進去 Create New World 好 進來了 呃 直接Creative Mode 飛去上天 怎樣去知道你自己 有沒有裝到Optify 除了外面看之外 你這裡也可以看到 你按F3之後 你會看到Optify 1.8的東西 就是告訴你 你裝了 另外按C 你也可以放大 就是告訴你 你是很容易 很成功的 裝到Optify的神器 對了 Optify的教學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 以下 講到那麼多 一些實用性的 模組教學 那 給我一下吧 對啦 好慘啊 我最近 其實我一直都想 拍這些模組教學 但是我就 Research得比較慢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